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量力呢就是表示它是很漂亮的肌肤 那这个肌肤呢它是有 它是就是说主要是你要做到对这个肌肤色责的维护啊保养啊 那么这个过程中呢 量白护肤品就是优质的量白护肤品是必不可少的 那我今天的这个讲座的内容呢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方面呢就是给大家就是说给一个concept 就是说健康肌肤的是什么样的肌肤是健康的肌肤 那它的基础是什么 第二个呢就是有上纳护肤品的与众不同 有上纳的这个sata wave 出来以后真的是越用越喜欢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我要大概就一个slide讲一下如何选用这个亮白护肤品 因为我以前是不敢用亮白护肤品的 因为不敢随便用亮白护肤品 一般都是颗粒自己研制的或者颗粒就是说有些 我们好多皮肤科医生都有自己的small business 护存的呀护肤的呀 就是他们做的一些东西有的就是说很nature的 就是保质期都很短的 我有的时候偶尔用一下 但是有sana这个sata wave的护肤品 真的是惊艳到我了 我今天呢就是重点给大家讲完了以后呢 你就知道你自己应该如何选用亮白护肤品 那我给你的这个建议呢 就是你既然已经知道了这么平民价格的 这么好的一个护肤品 你为什么还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找那些 你有可能给你带来危害的护肤品呢 那下面我就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 先讲一下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健康肌肤的基础 那么我们首先呢就要知道 皮肤是个什么样的结构 都包括什么什么样的这个成分 那从这个示意图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形象大使啊 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皮肤呢实际上很简单 就是有这三层组成的 但是虽然感觉这个分层 就是结构很简单 但是里边的这个物质呢 真的是就是有很多种 有很多材料 就是我们要认真正的对待好每一样 我们才有可能拥有一个亮丽的肌肤 那最主要的呢 我们从外表看到的就是这个表皮 很薄的 我们说颜碱的皮肤最薄对吧 0.5个毫米 那足底呢可能是4到5个毫米 就是最厚的地方 那么实际上呢 就是说这三层 包括我们的皮下组织 主要是有这个丰富的脂肪 那么我们当我们没有脂肪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皮肤的老化 也是很就是说出现的比较早 比如我们的眼睛周围啊 我们的眼睛周围皮就是脂肪很少 还有我们的脖子脂肪很少 那么这样的地方你怎么样来护理 你怎么样来保证 它的就是说不出现就是色泽均匀 那这个呢都是一个我们这个女人一生的这个课题 那现在呢我就来给大家说一下 那么健康的这个肌肤到底都有什么因素决定的 那么我们知道呢 就是健康的一个肌肤啊 实际上它要拥有一定的弹性 其实有没有弹性呢 它是衡量皮肤衰老的一个重要标志 那么弹性呢我们知道有胶原蛋白对吧 除了胶原蛋白以外呢 还有我们真皮里面含有的这一种多糖分子 我们叫多尿多尿酸 除了这个呢它是能够吸收大量的就是吸服大量的水分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可能以前我从来也没有提过 可能很多人也不知道 实际上我们的表皮这么薄薄的这个里面 它也是有很多水分的 这个里面的水分 除了你有一个需要一个健康的真皮以外 实际上就是我们皮肤 就是护肤品的一个重要的功效 它就是能保证你这个表皮 有一定的就是保证一定的湿度 那么就这个呢是给它一定的弹性 就是弹性和湿度其实是很难区别的 有的时候但是就是说皮肤的细腻呢 就是说你的零毛孔 零毛孔你毛孔小 那它是有什么决定的呢 就是说你皮肤不要太油腻 分泌的这个就是说你的皮脂线 不会特别孔不会特别大 所以呢就是而且呢皮肤细腻呢 是皮肤美的一个共同特点 那皮肤的湿度呢 我刚才简单提一下 实际上皮肤的湿度呢 只是因为就是说我们的真皮里边呢 有丰富的血管和淋巴管 而且就是说皮肤的这个真皮呢 它是人体中间次于肌肉的第二大水库 那么这个水库里要有水的话 它就有一定要有能够锁住它的这个物质 那么主要就是这个胶原和最主要的还是这个玻尿酸 保持皮肤的湿润呢 和皮质皮肤这个滋润光泽的一个主要前提 对皮肤的这个营养啊 防止干燥啊 防止皱纹出现皱纹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最后第四个呢 实际上皮肤的颜色也很重要啊 其实皮肤的颜色主要是由这个你的这个生活习惯 由遗传来决定的 那有不同的这个颜色哈 但是这个颜色里面我们要均匀的 我们就是说skin tone要even 你的皮肤才漂亮 虽然你黑一点 但是呢你的skin就是说 就是颜色很均一才是漂亮的 那么在这里边呢 是什么来决定这个颜色呢 就是说是由皮肤里边所合成的色素的这个数量 以及分布的不同所决定的 那么其实黑人和白人 就是所有这个种族的人呢 这个基底里边 一会儿我也给大家讲 它里边分泌黑色素的这个细胞是一样的 只是色素的颜色不一样 那么它分布的这个在这个表皮里边 它存在的部位也不一样 所以呢我们出现这个皮肤颜色不一样 除了这四个就是弹性细腻湿度和颜色之外呢 那么皮肤的耐力 还有这个体味 还有光泽也是很重要的 那耐力呢也就是说 我第一讲的时候 我曾经讲过 就皮肤很不同的种类 那么什么皮肤最好呢 就是中性肌肤 中性肌肤呢 它就是耐力最好的肌肤 因为它的这个表皮呢 湿度很好 真皮里边的这个就是说油脂呢 就是分泌的就是一个正常的脂 那么所以呢 这种的皮肤的耐力非常好 它不会因为环境的变化啊 或者生理的变化出现红肿啊 所以这样就是不是问题肌肤 那么 它最大的特点 它就能把我们所有的不好的肌肤 就是比如敏感的肌肤 还有这个油性的肌肤 把它们调理到这个中性肌肤 一会给大家讲就是肌肤的移重不同 那皮肤的体位呢也很重要 我不知道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就是说 你要是去一个比较高档的这个老人院呢 你就会发现这个楼道里啊 实际上是很正常的 没有什么意味 那在这个就是比较就是说 low middle的或者比较差一点的这个老人院里边 我以前去做过志愿者哈 因为特别高档的地方 它其实也不需要我们就是那些 真正需要我们的人去 那个气味是非常难闻的 就是这是不健康的一个标 就是说一个怎么说呢 标志一个状态就是不健康的一个反应 那么皮肤的体位呢 除了你这个就是正常的保养之外 最主要的还是我们就是皮肤 这个整个皮肤里边 就是这三层里边 我们叫microbial 就是说微生物主学来决定的 那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有萨纳 我们很lucky哈 我们有这么好的医生菌 还有就是说能够调理 我们皮肤弹性 就是很多的这个营养物质 有萨纳都给你提供去最高品质的 它能够调理你的这个体位 那么皮肤的光泽呢 它其实是人体就是说 生理啊心理状态健康的一种美感的信息 我们知道一个很漂亮的女孩 当她overstress的时候 你也会发现她皮肤比较暗沉 就是光泽不太好 休息不好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所以呢就是说 这七方面都好的情况下 那么你的肌肤呢 才证明你的肌肤是健康的 那么你的肌肤是健康的前提呢 也是你的身体要健康 那么也就是说健康的皮肤呢 应该是非常细腻的 没有斑枕 没有暗斑 没有暗疮 没有黑斑 水嫩 富有弹性 而且呢 肤则均匀 有光则 我们都自己来想一想哈 自己皮肤是不是能达到这些 就是说这里边提到的 那么我们今天呢 因为我是在讲 皮肤的疾病 其实皮肤的问题呢 其实有很多 那么今天呢重点就是讲到 讲一下这个黑斑哈 黑斑实际上就是鹤斑呢 就是我们很多人 困扰我们很多人 尤其是更年期之后 有些人可能 Late 30s 就是不到40岁点 就开始出现这个 比较暗沉的问题 就开始出现这个老年班 我的老年班呢 第一块是240岁左右吧 因为我是比较能拼的人啊 我大概我就是不记得 我在结识有三大之前 我有没有认认真真地经常睡一个好觉 我以前因为每个人都是24个小时 我自己学了两个博士 就是说呢 拿到医学博士的时候 那时候我开始学医的时候 我女儿五天大 那我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读下来的 然后我之后又读了硕士 读了博士 读了还是生化博士 我觉得我的化学学的就不是很好 但是阴差阳错的 我又学了生化博士 所以对我来讲是挺challenging的 所以呢 我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皮肤状态 整个的这个 没有结识有三大之前是非常糟的 尽管我在皮肤科 但是我只是注意自己的一般的 很简单的就是说防晒 很少做这个真正认真的皮肤护理 那这个我今天再回到 就是我们这个肌肤的色斑 肌肤的色斑呢 实际上它体现在是我们的表皮层 那么我们看一下 我们刚才讲到 我们的这个皮肤呢 是由三层组成的 就是皮下组织 主要是刚才讲的脂肪 然后真皮里边有丰富的血管 有毛囊 有汗腺 有这个皮脂腺 那么外边的这个表皮 那我们能看到的这个斑 实际上是在表皮里面 那表皮分多少层呢 厚一点的 薄一点的分三层 厚一点的分这个五层 那么五层最底下这一层呢 叫肌底层 也就是皮肤的干细胞 在这里边呢 每十个细胞 每十个角质细胞 就肌底层 我们叫这个皮肤的干细胞 我们叫角质细胞 每十个角质细胞呢 它就可能就伴随着一个 这个黑色素细胞 那这个黑色素细胞呢 它实际上和表皮细胞来源 也不一样 它是外培层来源的 它和神经的这个来源 是一样的 所以你看它是 有脊状的这个分叉的 那么这个黑色素细胞呢 它是能够产生黑色素的 黑色素产生以后呢 它就是在紫外线的造势下呢 它就产生大量的黑色素 并且呢 就是运送到我们的 就是一层一层的角质细胞 从内向外推 一直到角化层 那么为什么人类要有黑色素呢 那其实黑色素呢 它是能够协助保护皮肤呢 免受紫外损伤 并且导致这个皮肤癌 或者皮肤早衰的一个重要的保护 这个颜色 那么黑色素呢 它这个黑色素细胞呢 能够把自己分泌的这个黑色素小体啊 送到这个皮肤角质细胞里边呢 在这里边呢 它能够保护我们的这些角质细胞 中的DNA损伤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 像我们现在就是说 家里的老人越来越多了 尤其是在北美 我们知道就是这个角质细 就是说上面的就是说 我们叫Squema细胞 就是磷状细胞呢 磷状细胞癌是比较多的 在65岁以上的这个老人里边 就是我们科里边也是有很多人 因为白人他不太注意这个 就是尤其是男性 他不太注意防晒 所以呢 他就是说 他里边 因为他分泌的这个黑色素是不够的 所以呢 就是皮肥癌是有的 但是也有一些人呢 他有这个基底细胞产生的 这个我们叫基底细胞瘤 基底细胞癌呢 他对人最大的危害 就是disfigure 就是说 让你的形象受 就是说会毁容 但是呢 就是恶性的比较少 但是Squema cell Casinoma 就是比较多的 就是 但是早期发现 也是能够完全避免的 但是最恶的呢 也就是我研究比较多的 研究了好多年 就是黑色素瘤 黑色素瘤呢 你要是早期发现 治愈率呢 是超过95%的 就是一直 基本上是不会复发的 但是如果发现的晚了以后呢 黑色素细胞的 就是死亡率呢 基本上 在基本上 就是现在有很多把项治疗了 但是实际上 治疗的这个就是 治愈率还是比较低的 他就是说 他的存活 就是半 就是 叫我们叫 这个 就是生存 生存期 五年生存期 是非常低的 那么色斑是怎么形成 这个都是题外话了 就是说我们要防止紫外 对我们的造射 那这个色斑是怎么形成的呢 色斑就是说 我们的色素 形成了以后 这些小体 进到了这些 角质细胞里边 那么进到 角质细胞里边呢 由于很多原因 那么这些色素 还有色素的这些 角质细胞呢 它们就 里边的这个色素呢 就不均匀 就形成沉淀了 那么这些沉淀呢 就能够使皮肤的颜色 不均匀 不均匀的变色 就形成了这个色斑 那么这个 形成色斑的这个原因呢 除了就是说 紫外造射 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还有一些原因呢 就是说 我们基底层的这个胶原 它出现糖化 糖化之后呢 它能够促进 这个黑色素体的 这个氧化 从而呢 形成这个色斑 就是斑斑块块的 在脸上 那么这个色斑 都分几种呢 那么色斑呢 就是说 我们通常来讲 就是鹤斑 鹤斑有浅的 有黑的 有的人很黑 那么一般 50岁以上妇女的 它这个鹤斑 它没有特别明确的界限 通常来讲 就是老年 我们就叫老年斑 那黄鹤斑呢 就是说很多年龄都能出现 通常呢 黄鹤斑是由于你的这个 内分泌出现问题 有的就是说 认诚斑 就是怀孕的时候 会出现这个问题 那么鹤斑呢 也是一种 鹤斑呢 一般来讲 就是比较容易治疗的了 就是他是比较 就是白人比较 比较常见 比较就是亚裔人 就是说黄种人呢 也有就是比较 偏白的一些黄种人 也会有这个色斑 鹤斑 鹤斑的 吹隔的原因呢 就是孩子小的时候 他就是 受过子外的这个损伤 或者造子外比较多 家长不太注意 给他们就是说 这个防晒 所以出现这个问题 那么鹤斑 老年斑 还有黄鹤斑 就是这个呢 是最难最难处理的 那么我们现在知道 又有皮鸟 又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来来治疗 但是实际上呢 真的是没有办法区分 如果想去根的话 我们一定要那条 那么除了这些斑以外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色斑 像这个就是说 八寒形成的色斑呢 然后还有一个 我们有些人不知道啊 就是他脸部出现了 过敏症状 他用了一些含 这个糖皮脂激素的 这个护肤品啊 或者糖皮脂激素的药物啊 出现了一些色素成着 那么这种色素成着呢 通常来讲 你就是不幸性治疗 大概经过三个夏天到 就是三个福天到五个福天 他也会慢慢地变淡 如果他要是没有变淡的话 就说明你身体 出现了一些生理的问题 那我就详细地介绍了一下 斑的这个色斑的形成 就是说这个鹤斑呢 或者老年斑 它实际上在我们的手背上 非常常见 尤其是在女性的这个 男性手背 其实也挺常见的 就是女性呢 很多人啊 就是说特别注意 照顾自己的脸和进步 很多人可能连进步都不就很注意 照顾自己的脸 就是说五十岁的时候呢 他可能拥有一个三十岁的脸 然后七十岁的脖子 九十岁的手 就是说 手部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防晒 我以前也不知道 就是 其实有桑那以后呢 尤其是我讲了第一讲 皮肤护理以后 我才真正意识到 就是说对于这个 手背的这个皮肤的保养 就是防晒是最主要的 那么这些色斑呢 刚才我已经讲了 它是由这个黑色素细胞 它产生的这些色素 氧化以后 聚集在一个局部形成的这个斑 那么这个鹤斑呢 它一般来讲 尺寸是大小不一的 通常呢 现在有脸部啊 手背啊 肩膀啊 还有胳膊等 阳光照射比较多的 集体的部分 就说明 它主要是紫外损伤引起的 那老年斑呢 我刚才讲了 在50岁以上的成年人呢 非常普遍 那黄鹤斑呢 是也是在面部的 它一般呢 呈浅浅色 深褐色 或者是呢 就是偏灰色的那种斑 黄鹤斑呢 好多人就是说 除了内分泌肝 肝有问题以外 就是肝脏的 这个排毒处理的 就是或者护肝不够 还有一个就是说 因为护肝不够呢 那你激素的灭活就很难 就是说 你激素生产出来以后 起完作用以后 要在肝里灭活 那你就是说 肝呢 它又不配合你 做这个工作 所以护肝呢 其实对这个去掉黄鹤斑 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那么另外呢 黄鹤斑呢 很多人的黄鹤斑 基本上有 就也有可能是 皮肤的过度护理 引起的就是有一些化学 含有化学 就是说提亮肌肤的 或者化学 就是保湿的一些 就是不太好的护肤品 这样不安全的护肤品呢 它们会引起一些黄鹤斑 那鹤斑呢 就是刚才已经讲了 这个都不是一个大问题 最主要的就是鹤斑和黄鹤斑 那么我们怎么消除色斑呢 实际上可以通过六步 来去除或者减轻色斑 为什么说 很多人的色斑 实际上没有办法去除的 是只能减轻 那么你要想 就是说完全漆去除的话 你真的是要幸运 就是lucky enough 你遇到一款 像Cellative这么好的产品 而且它有Incelagin的技术 它能够就是说 根据你 你用了这个护肤品以后 进到你肌体以后呢 它可以根据你肌体的需求 然后呢 来帮助你 协调你 调理你的健康 那么除了内服的产品以外呢 我们的护肤品也一样 很lucky 还有五款是有 Incelagin这个技术的 它是有可能去除 就是说 因为有些人的色斑 像我的色斑 是40岁 出点头就有的 那就是十几年了 肯定的就是很难减 那么你越早 就是说关注呢 就越容易 像我女儿呢 才30几岁 她就是特别容易 她的脸上 就稍微有一点雀斑 她很快就把它 就是说 通过用这个高品质的 这个护肤品 就可以去掉 那怎么去掉呢 第一步呢 就是全面提亮肌肤 那么全面提亮肌肤呢 也就是说 像我们要用这个 就是说美白的 这个可靠的美白产品 就是要全脸都要用 让你的这个 就是色素 就是沉淀的这个色素呢 能迅速地溶解 那溶解了以后 如果你不健康的话 你这个就是 溶解的这个色素 你带不走 那还是在你的脸上 沉积的 所以呢 内调也很重要 你全面提亮肌肤呢 就是说要内调 要外养 这个很重要 那么第二个和第三个呢 就是说 你是不可以在这个 就是说全面提亮肌肤的 这个产品里 有太多的抑制 黑色素形成的这个基酶 就是黑色素形成的这个物质 那么这个物质呢 就是说我们知道 在这个色素形成的过程中 有一种酶 我们叫鹿氨酸基酶 那么鹿氨酸基酶的活性 增加的时候呢 它就能够产生大量的黑色素 实际上产生黑色素的时候 实际上它是对你有一个 非常好的保护 那么只有 当你的这个肌肤胶炎被糖化了 紫外造色损伤了 这个时候呢 那么你黑色素就是说 它是出现沉淀了才出现斑 那么你抑制这个基酶 或者是抑制和活性 或者抑制它的合成 一定不能大面积的就是抑制 就像在我们的这个 即使在我们的这个 Dark Spot Corrector里边 我们都没有放任何的化学抑制剂 那我们知道 我们在皮肤科 其实我们有些产品 它还是 我们就是它的效果会好一点 会用一点这个化学的抑制剂 就是抑制这个肌内活性的 但是呢 它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会引起 就是有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好的这个反应 但是我们的这个呢 一会儿我给大家讲 真的是 amazing 这个产品太好了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 我不建议在所有的这个护肤 就是亮白产品里边都含有 就是只是在 Dark Spot这个Corrector里边可以有 那么第四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尽量减少真黑素 什么叫真黑素呢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 你脸上的斑的这个颜色 肯定和你头发的这个黑色是不一样的 就是你头发里边 就是毛囊里边产生的这个 这个黑色素呢 叫真黑素 那么在这个 如果真黑素 如果就是说把这个黑去掉以后呢 它就有点偏黄偏红 也就是说 为什么白人的这个头发 有些人的头发 就是红色的头发 或者是就是Blonde Blonde Hair 它其实里边一点真黑素都没有 它只有这个黄色素 所以它就是那种金发 就是特别漂亮 那么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就是去斑的过程中呢 我们的这个护肤品呢 就是说尽量要减少这个真黑素 要尽量的就是说增加这个黄色素 那第五个呢 就是说 可以通过软化矫质层来减少黑色素 含有黑色素的角化细胞 刚才我们想一下哈 刚才那个结构 那么我们外边的这个有有矫质 因为矫质层里边 它是都含有都都含有黑色素 那么不管是有沉淀还是没有沉淀的 如果你把它尽快的去掉的话 是不是就能够 提亮皮肤 所以有一些非常不靠谱的这个护肤品呢 它实际上是通过非常强的这个去角化 来提亮你的肌肤 这个提亮肌肤就是很短暂的时间 让你一用呢 你觉得非常好 尤其是含激素的这一类的 它让你就是皮肤很快的就是 非常短的时间 就是说瞬间皮肤就提亮了 那么随后呢 你就是皮肤的一系列的问题 就是皮肤科医生都没有办法给你治的 所以呢 那就是通过软化角质层来减少黑色 含有黑色素的角化 皮肤的这一个呢 你一定要用非常非常靠谱的这个护肤品 那么第五个呢 就是第六个呢 就是逆转老化过程中的皮肤暗沉 有黑斑 这个也是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用像一些抗氧化剂 舒缓的成分 来把这个黑斑氧化的这个黑色素呢 溶解了 然后呢 就是说能把适度的把这个表面的这个 就是角化的角化层呢 就是你不需要的这个角化 可以去掉的角化层 很轻柔的去掉 那么我们有桑纳 我们知道我们才有这个 就是说静致什么美颜的 就我们这个就是那个黑碳面膜 非常非常好 那我现在就给大家 现在言归正传哈 我们就谈一下这个 三大维无量白产品的 与众不同和它的功效 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哈 就黑色素是在 是一种在皮肤表皮的基底层里边的 这个黑色素细胞产生的 它能够赋予肌肤的自然颜色 然后呢 能在暴露紫外线的时候呢 产生黑色素来保护机体 我们也提到了黑色素氧化 出现色素沉淀的时候呢 就会出现黑斑 那么我们知道 色素呢 实际上对肌肤来说呢 是安全无害的 那么我们还是非常讨厌 自己的肌肤不均匀 以及出现色斑 那么我们美白 肌肤美白的过程呢 实际上就是均匀我们的肌肤色 然后呢去掉我们的色斑 那么它所用的就是原理呢 科学的原理就是有科学依据的这种护肤品呢 它其实就是一定要用外用具有舒缓和抗氧化成分的护肤品 来防止色素这个氧化沉淀 防止这样的呢就能够防止黑斑的形成 从而呢淡化黑斑来改色这个肤色的布品 当然了我刚才提到了 这个科学的饮食 以及内服适当的这个抗氧化营养素 绝对是不可缺少的 你要是想拥有亮丽的肌肤 那很多人就说 哎呀我皮肤过敏 那什么样的人 有没有人不适合用这个亮白系列的产品呢 那么因为我们的这个呢是非常温和和这个 就是说有非常温和的配方 实际上适合所有的人 他们提亮肌肤呢是不会有任何 就是导致皮肤敏感或者发炎的这个刺激性的化学物质 但是很多人呢他还是觉得 哎呀我的皮肤真的是有问题 他不说他自己皮肤有问题 他说哎呀我真的过敏 但是你知不知道你过敏 也就是说对这种特别柔和的护肤品也过敏 就表明你的肝脏绝对是不健康的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肠道的菌群一定是需要改善的 那么我就说我以前有这个就是接触性皮炎 有这个湿疹 实际上我皮肤也很多问题 我在中国的时候 我基本上是不能够用护肤品的 也就是我为什么那么多年也没有保也没有好好保养肌肤 我没有东西可以可以擦的擦什么都过敏 然后来了美国以后呢就是1999年的时候 一个偶然的机会 因为我我一直在做这个就是试诊这方面的研究嘛 然后就是在临床上就是遇到这个药带 就是代表 那他就跟我说他很懂 他是一个皮肤科医 就是是个MD 然后呢他就跟我说 就是你这种你知道吗 他就是可能也学的营养学 他说你知道吗 你肯定是你肌体的很多问题 有很多问题 不是说你皮肤过敏 是你整个肌体是处于一种 就是说高度的这个混乱的 就是这个免疫式混乱的状态 我说对我也知道 他说那你就用这个就是说保护湿疹的药妆 药妆其实就是那个我们用的很简单 那里边根本就没有什么营养肌肤的成分 只有就是保湿和这个就是说Media 就是说让皮肤不干的 我就一直用那个产品 用了一直用到 我遇到Sala Wave 用到Sensay 用Sensay的时候 刚用的时候还有点过敏 但是随后很快的 很短的时间就不过敏了 就是因为我那之后 就是用了这个那条的所有的 这个有萨纳的营养素 尤其是肝宝和这个 益生菌还有卫生素D 那这个都是后话了以后再讲 就是说你如果觉得你不适合 用这个Sala Wave的亮白系列的 这个产品会过敏 你一定要大量的用 就是说 益生菌和肝宝 还有卫生素D 当然钙肯定是缺不了的了 就是这些还有这个基本压素 你就会发现用一段时间以后 你绝对就不再过敏了 那么不管怎么说吧 你在用之前呢 你要是稍微测试一下 用小一点的 就是说小 一般都是在耳朵后边做 我们包括我们皮肤科 我们自己生产的一些高档的这个美白 高档的护肤保湿的成分 我们也都让这个就是患者自己在后边试一下 如果他就是说不过敏 我们才让他买 因为一瓶都七八百块钱 所以一般来讲 都是保证他不会出现问题 那么能用的这些下 我什么时候能看到美白的效果 那当然刚才还讲了 你一定要内调 你不内调的话 而且你又不注意防止外的话 那你美白的效果肯定会慢 就是说正常的 我们亚裔的人 你卫生素D不群 体内不缺矿物质 体内不缺卫生素 你服用大量的这个益生菌 调理肝脏 像这样的人呢 那么你的这个就是说 调理的这个能见效的这个效果呢 就是非常快 你就单独用任何一种产品 你都有可能在四个星期就看到效果 而且肤色呢 通常在三个月后 就会变得更加均匀 那么你如果 这个就是说 你这三个四个产品 混合使用 并且配上所有的 Cellave的产品 一般来讲 就是几个星期 你一定能看到 就是你的皮肤 提亮了 也均匀了 那现在我们就介绍 第一款产品 就是净白 这个淡斑校正液 这个我刚才说了 我们这里边 最主要的成分 就是什么呀 抗氧化的 也就是我们说的抗坏血酸 黑斑的这个里边呢 它是一定要含有什么 就是要抑制 基酶 就是 或者甚至是 露氧酸 基酶 活性的一种物质 那么这个物质呢 我们没有用化学的物质 所以我就感觉 我看了这个以后 我才敢大量地使用 我这里呢 只是有非常柔和的 这个取酶菌的发酵物 它能够就是说 有效地抑制呢 就是这个基酶的活性 那么里边有生育酸 生育酸呢 我们知道 维生素E 这一类的物质 那它除了 这个具有抗氧化作用 最主要的还有什么呀 对了 它就是我们 Cellave物里边 用就是使用的 比较多的一种防腐剂 因为 它的这个就是说 它是一个生物防腐剂 就是能够保证你这个 就是这个 它有效期呢 就是说两年多再试分 不会出现问题 它呢 除了明显的减少黑斑 以及其他类型的色斑 所有的色斑 它都有 它都有帮助 能够淡化色斑 并且呢 改善暗沉的肌肤 实际上这个呢 最主要的还是就是说 定向的 靶向的用在这个 有色斑的地方 那它的这个储头呢 也非常方便使用 适应于所有的肌肤 最主要的 它是不含 这个化学防腐剂的 那么它的使用方法呢 就是说 我们用了Cellave物洗 清洁之后呢 用了爽肤水以后呢 涂抹在需要的部位上 一天要两次 随后呢 你要使用这个 Cellave物的精华液 保湿液 白天的时候 还要用这个 防晒霜 来保护你的肌肤 那么 美白柔润精华液呢 这个真的是太好了 这个我已经从 年会我是买了第一套 然后 我现在已经用第二套 快用完了 那它这里边呢 它有这个烟纤啊 甘草根 和日本当归的催起物 这些呢 都能够明显的 就是 Even你的Skin Tone 能够明显的改善 肤色的暗沉 这个问题 能够促进 这个肤色的亮白 它也一样哈 不含有这个化学防腐剂 它也一样 它就是说 你在用完爽肤水以后 那么你用了眼霜 用了这个 Dark Spot 就是那个Collector以后呢 你可以用这个 就是全面的涂抹 这个精华液 它的这个手法呢 就是向上 或者向外的方向来 涂抹在脸上和颈骨 那么随后呢 要用这个 Zalaviv的保湿液 那么这个呢 这个面霜呢 就是美白保湿乳霜哈 它这里边的成分 简直是Mazing 它里边含有这个 锁水磁石 还有这个 V生素C的糖肝 我们刚才讲到 就是说Collector里边 它只有 抗坏血酸 那个其实不需要太稳定 就是说 因为就是 再稳定 它也不会存在太久 因为我们用了以后 马上就让它很快的起效嘛 但是这个呢 就是保湿乳霜呢 它里边呢 就是卫生素C糖肝 那么这个呢 就是能够提供 更长效的这个舒缓作用 它也一样 它是在你使用完了 这个亮白的这个 就是说 Serum之后呢 我通常还会用这个 有 Cellogen技术的 我们的那个 就是精华 然后呢 我才会用这个 亮白的这个保湿乳酸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美白面膜 美白面膜呢 我是以前最不愿意用面膜的 因为我是不想让我的皮肤变薄 因为我知道 在皮肤科呢 你皮肤厚一点 有点问题 医生还好 好给你处理 就是你比较糖燥 要是有点什么外界的疾病 你要是皮肤太薄了 真的是挺害怕的 所以呢 我通常不敢随便用面膜 但是我发现 就是有萨纳的 这两款面膜 包括那个黑碳面膜 就是怎么用你都感觉 你的皮肤 真的是 就是只能提亮 让你更美 从来不会让你出现 这个皮肤的 有任何的问题 那么它的这个面膜里边呢 它除了有甘草根 它还有这个紫红枣 这个加强这个配方的面膜 为皮肤呢 提供极致白细的这些成分 那么它也是呢 就是说 能够是有针对性的配方 适合所有的这个肌肤类型 那现在呢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里边的最主要的成分 燕纤氨 这个是燕纤氨呢 就是我研究了20年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成分 那么燕纤氨呢 它实际上是 维生素B3的一种衍生物 是公认的皮肤抗老化的成分 越来越被人们重视到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是Northwestern呢 成立了 叫我们Aging Institute 那么我们Skin Aging 是一大块 那么这个里边呢 就是其实我们对燕纤氨的研究 真的是 我就觉得 有萨纤氨的这些产品 真的是太好了 一些品质这么高 那么燕纤氨它的作用呢 它是可以减轻和防止皮肤 在早期衰老过程中 产生的这个肤色的暗淡 发黄或者菜色 那么修复受损的这个 角质层的直指屏障 提高皮肤的抵抗力 尤其是很多人 他因为过度的这个以前 像我们好多人能吃有萨纤氨 其实很多人很care自己的形象 那么很多人可能以前 会是受害者对吧 就是说过度的 这个过度的护肤 那么你 你现在这 我就给你的建议呢 就是你认认真真的 用这个Saladib 只要你是不过敏的 那么你用一段时间以后呢 配合着那个内服的 这些营养素 你的角质层的这个直指的 屏障慢慢的就会提高 那么燕纤氨 它除了这些作用一般呢 它还能够深层锁水保湿 它能够就是说 在你的这个表皮 我们说的刚才那些角质细胞 不同的角质细胞里面呢 它能够就是说 能够锁住水分 那么燕纤氨呢 它实际上 它的这个作用呢 怎么能够亮白呢 它主要是 它的浓度在这个0.25到1.25 毫克每毫升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就是说 它能够抑制黑色素中 细胞中产生的黑色小体的 这个运动素 就是这个 它的这个运动速率呢 就是说 通常来讲 紫外照射的时候 它会很 就是说增加非常快 那么你的这个 就是燕纤氨浓度增加的时候呢 这个运动速度就会减低 也就是说 你有一定的燕纤氨呢 它会保护你这个紫外 对你皮肤的损伤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色素实际上 是保护肌肤 免受DNA 免受损伤 那么燕纤氨的作用呢 就是说 它能够舒缓它 在它产生以后呢 它不一直它产生 但是产生以后呢 它能够就是说 迅速地让它运转 会就是说 减少它沉淀的这个过程 氧化的这个过程 那么它对这个钙泵呢 我们知道这个钙非常重要 它在皮肤的角化过程中 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果没有钙呢 我们的皮肤是不可以角化的 所以呢 它对这个整个的 这个黑色小体 具有一个非常有效的 这个调控作用 另外呢 燕纤氨呢 它还能减少我们皮肤中的 皮脂中分泌的脂肪酸 以干有三脂 这样的呢 就能够减少这个就是 错窗的发生 或者减低错窗发生的 这个严重程度 使我们的毛孔呢 就是能够维持它 在一个reasonable的 这个密度 就是细度上 那么皮肤 另外呢 我们知道皮肤变得暗黄呢 是皮肤老化的一个主要特征 燕纤氨呢 就能够有效地改善 这种暗黄 那么随后的这个例子呢 就是讲这是临床的研究 就是说每天使用两次 这个燕纤氨的原液 我们在皮肤科 我也以前也用过 真的是特别好 那么八周以后呢 你就感觉皮肤的纹理呢 显著地改善 然后细纹和皱纹呢 也明显地减少 第十二周呢 你会发现皮肤的弹性也增加了 色素成着 与这个红斑呢 就是明显地减少 暗黄明显减轻 皮肤显得富有光泽 那么我们知道在老化皮肤中呢 就是NADH和NADPH的含量呢 是日益衰减的 它是一种抗氧化剂 那么这两者成分呢 它是控制着细胞内的 这个所有物质的分解和合成的 这个全过程 那么烟纤氨呢 实际上是这两种物质的前提 它能够呢 调解就是这两者的这个平衡 使它有效地发挥作用 来阻止呢 我们胶原蛋白的这个 糖化的发生 那么这样的呢 也能够抑制我们真皮呢 出现黄褐色 那么我们知道 在就是我们也测过 比较过 80岁的这个皮肤呢 它真皮胶原里 糖化产物呢 是20岁时候的是5倍 所以我们年纪越大 就用的要越多 很多人就说 哎呀我都这么大年纪了 不用这么 用这么贵的东西 那你就看 你要不要对你自己好一点 你是想你60岁的时候 看着像80岁啊 还是你60岁的时候 看着像50岁 对不对 就是这个过程 是你自己来选 那就是说 这个烟腺胺 它能够抑制糖化 所以呢 它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烟腺胺 它其实呢 就是它有一个重要的产物 就是神经腺胺 神经腺胺呢 它是一种脂类 它是皮肤屏障的 一个主要成分 也就是叫Ceramide 实际上 我们这个产品里 很多产品里都有神经腺胺胺 我就觉得 我们整个Ceramide的这套产品 是非常高品质的 然后又是一个平民价格的 这个护肤品 烟腺胺呢 对特应性皮炎 就是我叫 Atopic Dermatitis 就是我以前有的 这个Compact Dermatitis 就是这个皮肤湿疹 或者是这个特应性的皮炎 就是我以前手上有的 它呢 对老年的这个皮肤啊 和这个冬季干燥皮肤的这个 都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它能够增加角质中的 神经腺胺的这个 这个皮肤屏障功能 减少皮肤的这个水分 丧失 那么其他的美白成分呢 在我们的美白里 产品里边呢 它有甘草根 甘草根呢 是非常温和的这个 天然改善肌肤的成分 那么日本当归 这个根的这个萃取物呢 它也有这个研究表明呢 它在八周就能显著的 淡化老年斑 那么刚才我讲了 缩水磁石 是在我们的这个面霜里 在我们这个面膜 面霜里边 那么它的这个实际上 是糖类同分一构体 它是百分之百的天然萃取物 它能够保证 脚质细胞的这个补水能力 它深层保湿呢 能达12个小时 那么我们面膜里的这个紫红枣呢 它实际上是海藻的一种 那么内里边呢 含有丰富的植物胶原 和多种人体必须的养素 并且海藻中的这个护肤啊 美容因子呢 还包括多种矿物质啊 多种微生素啊 多种氨基酸等等 还有一些胶质物质啊 能够滋养起肤 所以呢 为什么很多人 非常喜欢我们的面膜 就以前我就说 我别人用面膜的时候 天天用 我说肯定不可以天天用 但是看了这个美白的这个 我都觉得这个美白的 你要是想让自己看得漂亮 再漂亮一点 你真的是可以天天用 但是公司推荐你是一天用三次 一周用三次 一周用三次 但是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面膜 现在 那这个索水磁石的保湿技术呢 它是怎么样来呃呃呈现的呢 我们知道这个是就是一个表皮 那么它是由这个最低基底层 也就是干细胞层 那么这里边的水分呢 它能够维持就是70%的水分在这儿 那么有几层 几层呢 也就是说还有这个颗粒层 这个颗粒层和几层的这个细胞呢 也就是说 紫外造射之后会出现这个 我们叫Squimacelle carcinoma 主要是这一块 那么还有外面的角质层 那么我们想一想 那么这里边细胞都有沉淀 那么我们把这个角质层 及时的把一定的角质层去掉 那你想你肯定就是美白的 就是说你基本上就是 能够更亮白一些 更白细一些 那么这个水分呢 锁水磁石在你这个 你在表层就是topical用 在外就是说 呃我们叫外用 在外用之后呢 它能够锁住你的水分 让你即使你没有时间 去除你这个角质层的时候 你这个角质层也是有丰富水分的 你想想你的这个黑色素细胞 假设说黑色素颗粒 有100个颗粒 那么它就是在 和100个水分子合成 就是混合 那么它的深度是多少 那么如果你有1000个水分子 那稀释这100个 黑色素的这个分子 那你想它就会淡了很多 所以呢就是这个 保湿非常重要 那么锁水磁石呢 它有这个六个六大好处 它除了这个能保湿以外 它能够修复表层细胞 提升肌肤的这个锁水能力 它能够就是减缓 外界刺激 对这个肌肤的损伤 因为它和角质层里边的这个 就是水分子 角质层里的水分子 结构非常相像 所以呢 它能保湿 抗静电 抗老化 那么就是什么样的产品里 应该有这个锁水磁石呢 就是在保湿的产品里 你如果要用的保湿产品里边 没有锁水磁石 没有高品质的锁水磁石 那你千万不要用 它要是保湿的话 它一定是有化学物质 还有抗衰老的成分 抗衰老的产品很多 那么如果里边没有锁水磁石的话 我也建议你谨慎一点 然后除皱的产品 那这样的呢 我讲完了以后 我们就知道 我们应该怎么样选择 正确的选择 美白的护肤品呢 就像我女儿 她经常说 妈妈我还想试试 有没有更好的 我说你已经有这么好的了 她说我要去挑一下 那我相信也有很多伙伴 也愿意做这种 就是有时间 愿意做这方面的工作 那你要是这样去选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它有没有有效的美白成分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像烟线氨啊 像这个 维生素C的这个 这些这一类的抗氧化的物质啊 那么舒缓的成分 再一个呢 就是说 如果她做广告的时候 她说瞬间美白 你千万不要用 用了以后 你的皮肤就会 不是问题皮肤 都会变成问题皮肤 再一个就是公司的研发背景 有没有科学的背景 我在很多这个护肤品公司 以前做这个consultant 后来做了一个散纳以后 我觉得我不能去了 所以我现在 我基本上就全部都quit了 就是他们的那些理念 我也接受不了 所以呢 就是这个公司 有没有科研研发背景 真的是很重要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一定要多功能 就是说美白的产品 如果它不保湿 千万不要用 那么还有一个 它要有一系列的套装 它如果没有这个去斑的 如果去斑的里边 就是说 不是说我们的那种 只有什么抗坏血栓啊 有这个维生素E啊 就是如果没有这些 就是有效的成分的话 你也千万不要用 然后还有一个完善的售后服务 像我们这个是直销的产品 我终于接受直销产品了 就是我说 我有问题的时候 会有人问 我以前我是没有人问的 其实你去Google啊 你去百度啊 你毕竟得到的答案 并不完全符合你用的这个产品 所以这个完善的售后服务 就是我们公司一个非常 不仅我们有科学家团队 然后我还有 你还有你自己的这个团队 还有你直接上线 给你辅导不了 它还可以给你找更好的人 对吧 另外呢 一定要选择有口碑的 还有选择这个配方这个标识的产品 那我今天的讲座呢 基本上就是这些讲完了 那我随后呢 我是要再拎一下我们塞了卫物的这些产品 还有哪些产品 我强烈推荐 我也比较喜欢 那么呢 在提推荐之前呢 那我先稍微的 这个summerize我们的这个正常护肤的这个过程 就是说程序以及这些产品 那么我们产品呢 我们手这个蓝色的 就是我们正常的就是护肤品 那么我们这个就是紫色的呢 也是我们就是说没有因塞了症技术 这个灰色的这五个呢 是有因塞了症技术的 那么我在第一次讲座的时候 曾经讲过肌肤实际上保养很简单 真的不需要那么复杂 就是清洁滋养和防晒 那美白呢 它实际上就是说在滋养和防晒之间 添加了一道新的风景线 就是说在这里呢 能让我们的滋养更完善 能让我们的防晒呢 就是说滋养更完善 这个防晒呢 就是说感觉更有效 那这个美白呢 就是说我们这主要是这三个产品 加上我们这个美白的这个面膜 那这些里边呢 主要是都是说有这个像 烟纤胺这一类的成分 那么我们以塞了症技术 我刚才讲 它其实就是personalized的一种护肤品 那么它进到你的肌肤 在A的肌肤里边可能起的作用 和B的肌肤里边是不一样 就是根据你肌肤的 你机体给它的指令 那你A的肌肤是油性的 那你可以把它调理成中性的 那B的肌肤呢 可能是敏感性的或干性的 它也把它调理成中性的 那么我就是说 以塞了症技术真的是 就是我不知道就是说 虽然公司说会领先20年30年 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就是永远都会站在这个 护肤品或者保养品的最前线 因为它真的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方式 让我们能在就是保证健康 在维护健康的同时 拥有一份额外的就是说credit 让我们的肌肤呢越来越漂亮 那么我们的毛孔呢大的毛孔会越来越 就是说越来越细腻 那在这里呢 我先提一下就是这个深层静置磨砂面膜 我以前是不敢用带颗粒的这个面膜 Sensay我买的 我也喜欢买那个成套的 因为也比较便宜啊 挺划算的 我最后其实剩下的都是那个磨砂 那磨砂基本上我就是用来磨腿啊磨脚啊 我都没用它磨过脸 因为我挺担心的 我怕把脸弄薄了 但是这个磨砂真的是太舒服了 而且它是那个磨玉的那个就是颗粒 能够就是真的是能够有效的把你不想要的这个 就是可以不要的 也就是说可以不要的这个角化层去掉 然后呢它这里边有Oliver的质养 植物营养素配方 它非常温和 能使你的这个皮肤呢真正的得到就是说深层的清洁 并且呢非常温和的清洁 清洁之后呢 它又能又有成分的让你这个毛孔呢 吸附多余的水分和油脂 然后又让你的毛孔呢 就是说很快的缩小 那么经过皮肤科测试呢 它是含就是说适用于所有的肤质 当然了它也不含这个化学防腐剂 那么它的使用方法呢 也是就是一周可以用三到五次好 如果你是有性皮肤 如果你觉得你的皮肤有比较大 尤其是这个T字部位混合性的 那么你用之后呢 你就是你可以让它在脸部停到十到十五分钟 如果你是干性的 如果你的肌肤是中性的 你其实可以就是说 磨完了就马上可以洗掉的 这个深层保湿剂这面膜 我也非常喜欢 它真是它可以就是说 能够做到就是说轻微的收紧你的肌肤 那么你一周如果用三次的话 那你也是会感到你的皮肤呢 会越来越有弹性 你的细门和这个皱纹呢 也会越来越小 那还有一个一款 这个Cellave的产品呢 就是眼霜 那么这个呢 我是特别特别的喜欢 其实呢市场上很多眼霜 是通常不能频繁使用的 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听过我以前讲座的人 应该知道 我以前呢是每个月我都要去找这个Fellow 给我去一次这个眼周围的这个颗粒 就是那个直指颗粒 因为它就是说比较容易产生这个 就是说颗粒 就是我还就不知道该怎么保护眼睛周围的这点皮肤 因为就是用的多呢 用的少 就是一不小心就长脂粒 所以我就要去清理 那我用了Cellave的这个眼霜呢 真的是一天 只要你想起来你就可以用 那你用 我用了这么久 从来没有出过脂粒 当然有的人 如果你的这个皮肤营养非常好 那你也可能出现脂粒 就是说你不能用那么平 但是一天用两次到三次肯定没有问题 我基本上是只要觉得干了 我就会擦一下 而且它这个头特别好 也不会弄脏 直接用非常方便 那么它的这个就是说 特点啊 它就是能够增加皮肤的紧致程度 那这个是临床观察 它发现颗粒在四周后明显减少 还有这个爽肤水 爽肤水真的是太好了 建议呢 是把爽肤水倒在这个卸妆棉片上使用 它除了能这个就是说 在就是滋养你的 滋润你的肌肤的同时呢 还可以就是说 简单的清洁你的肌肤 那么它的这个呢 就是爽肥水是我非常喜欢的 那这也是呢 有这个临床测试观察 发现在用之后呢 30分钟内 它这个皮肤的保湿度呢 增加了180% 眼霜呢 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款 我以前一直用 蓝米尔的眼霜 就是说 刚开始用已出现 散散的时候 我对那个板霜不太满意嘛 我就用蓝米尔的板霜 因为我是觉得 它那个皮肤 就是感觉会好一点 但是我们用 塞拉卫物的眼 这个板霜以后呢 我才发现 我们塞拉卫物里边的 它就是没有 就是它舒缓成分非常多 你用完了以后 你感觉比蓝米尔的 要保湿 至少是 至少能提高一倍 因为它这里边呢 有果酸 有维生素A 所以呢 板霜不建议白天使用 它的保湿功能 修复功能 美白功能 还有抗衰老的功能 紧致的功效 营养滋润的功效 都非常好 那么它这里边呢 有抗氧化的VC啊 VE啊 抗衰老的VA啊 还有很多保湿因子 尤其是它有 因塞拉卫物技术 那么呢 这就是 它的这个也是测试 那么发现呢 使用30分钟以后呢 那么皮肤的水分流失呢 明显的减少了70% 那么总结一下 这就是我的这个 使用的 因塞拉卫物 就是说塞拉卫物的产品 那么我是 清理完肌肤以后呢 这是我早晨用的 我一般早晨起来呢 我都是先 就是说 到办公室 做瑜伽 做完瑜伽呢 我才会用这个服务品 所以我就是 就是在我的电脑上 我放上了 这是我早晨用的 那么我晚上呢 回家以后 晚上用的是这一套 那通常呢 我会经常用一下 这个就是 紧致的这个面膜 那么它有 有塞拉卫物技术的呢 就是有我们的 这个紧致面膜 还有我就知道以后 我真的是特别喜欢 然后又有爽肤水眼霜 滋养精华液 和这个腕霜 那它里边用 奥利沃的这个提取物 那么临床观察发现呢 用这个 沙拉卫物之后呢 30分钟之内呢 那么保湿呢 提高了75% 皮肤中水分上市呢 减少70% 弹性呢 加倍在上个小时之内 两周之后呢 明显的减少肥微 细胞的膜的流动性呢 就明显的增加了40% 使用之后呢 就是说两个小时 就发现细纹 那明显的减少 那么塞拉卫物给我们 送来的是什么样的肌肤呢 就是临床观察发现呢 它是用了50为 年龄在50到51岁的 这个女性使用 塞拉卫物的这个 护肤品以后自我评价 就是92%的人认为呢 他们的皮肤看起来 就是看起来呢 就是和感觉呢 都感觉特别的滋润 92%的人呢 认为他们的皮肤呢 看起来很细致 就是它的毛孔缩小了 96%的人呢 认为他们的肌肤呢 看起来很健康 因为色泽比较好 96%的人呢 还认为他们的皮肤本里呢 看起来光滑均匀 88%的人认为 他们感觉到皮肤的 深层清洁和干净 那如何拥有一个量 就是健康白性的 亮丽的肌肤呢 那么我们知道 就是说 皮肤的这个颜色呢 是由色素的数量和分布不同 就是不一致所得到的 那么我们想控制皮肤中的 这个色素的数量 和它这个分布呢 那么美白呢 是必可少的一种美颜的方法 那么因为这个色素的产生呢 它原因非常多 有这个过度日光照射 那我一定要注意防止败 那注意尽量不要照 在太强的光线下走动 那么就是环境的污染 那么我们就要注意清理肌肤 然后注意保护肝脏啊 注意排毒啊 体内的激素水平紊乱 我们要注意保护肝脏啊 注意调整内分泌 那么还有一个食物服务品和化妆品的呢 有毒有害的化学成分导致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选择塞拉卫物 我建议你哈 如果没时间 你就不用去研究其他的护肤品了 不要把自己做小白鼠 因为塞拉卫物已经有临床观察证明 而且这么有科学依据 产品品质是这么高 护肤品你就完全全可以相信塞拉卫物 那化妆品呢 你就是用的过程中呢 一定就是回到家 一定第一件事就要把这个化妆品卸 就是说化妆之后一定要尽早的卸上去 那么就是拥有这个 这个亮丽的肌肤呢 就是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除了这些日常的皮肤的护理以外呢 我们一定要保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调整自己的内分泌的免疫力 及时排除体内代谢的毒素 多服用抗氧化剂 包括呢有三大量的细胞基本样素 或者健康包 强烈建议健康包 因为里边有一个非常强效的 这个就是说 那葡萄籽精华呢 是无限制的 你可以随便用 它是没有什么限制的 再一个就是说 益生菌肝宝 也建议你一定要配合用上 活性盖一定要用 健康宁呢 因为我以前讲过 它里边有一种糖多糖 就是它是可以合成 是玻尿酸的前提 那么70%的玻尿酸 在皮肤皮下 30%的玻尿酸 进到你的关节里边 关节腔里边 那么所以呢 健康宁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鱼油和肥生素D 也非常重要 那就是还有一个 尽量多饮用白开水 那就是 谢谢大家聆听 这个就是现在比较火的 我是在一个 新钻的这个moment里边 拿到的 非常感谢 她这个 我把这个放到之后呢 就是说 我是希望呢 我们真正的能够通过 有桑纳这个平台呢 让我们一块儿携手 与亲人和亲人 和与朋友和亲人 我们再次看看